目前在湖北省内 牵涉到香港人的感染 那个确诊的个案 新增的是一位79岁的女士 现时在武汉的医院 情况稳定 所以在总共14名的 确诊个案当中 有一位是长居武汉的 男士去世 另外其余的13人 有10位已经是出院 有3位是在医院 一位情况是严重 其余的都是稳定的 另外因应滞留在湖北省的香港居民 一些有长期病患 需要服用香港药物的人士 我们已经是分批的 来将所需要的药物 寄到他们的住处 目前一共寄出了13批 一共有233名的香港居民 收到这些在香港寄来 他们需要用的一些药物